深圳 詞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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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风雨幻变 时空若今若显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烈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烈 笑容一心可见 试验一夜定见 大海也带我捧 琴声带我飞翔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烈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烈 都是白吃干饭的 啊 这么多人的脑子夹在一起 都没有白衣满一个糟老头子好用 啊 这次的股票软件 让白石集团出了那么大的风头 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 我养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 啊 等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公司全部的力量都要投入到股票软件开发上 我绝不能让白衣满独吞这块肥肉 我杀赢一定要分得一杯羹 清手了吗 清手了 还不可以去 自然之后 叔,你先消消气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有个交代 明天我一定要看到这份计划书 明天十二点以前 是 明天十二点 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 平时吃喝玩乐,你们样样在行 一有事,你们怎么都不中用了 你策划不 马上给我拿一份最好的计划说出来 你们几个 召集公司所有的电脑高手 马上着手开发电脑软件 去啊,怎么还不去呢 少总经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哪有这样的人才 进他妈给我废话 没有就去找啊 难道让我去给你们找吗 我不管你们怎么找 总之 这几天你们就得把电脑软件给我拿出来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再让我背黑锅的话 就没你们的好日子过 哎,走吧,赶紧忙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看着我干嘛 我觉得你瘦了 昨晚 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 等我商议好 咱们马上就回去 可是我现在 觉得你一门心思 都在电脑软件上 恐怕到时候 又走不了了吧 薇薇 小鱼那天跟我闹别扭 你也看到了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自己离开行道以前 给他们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样我走的话 心里也比较踏实 你这个人 就是太好人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回北京的事变不了 真的 好 我想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新一代的股票软件可以推向市场 叔 我从美国找了多个电脑专家 而且他们很懂股票市场 现在正夜以继日的在研究 我给了他们五天时间 让他们一定把新的股票软件拿出来 好 那就定在四天以后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把我们新一代的股票软件 高自在的宣传出去 好 我马上去办 好 还有 新闻发布会以前 宴请所有的记者 给他们一点好处 找人写一些问题给他们 告诉他们 这些问题在新闻发布会上有用 明白吗 明白 嗯 那就请他们吃饭去 是 白老头 你的好日子过去了 各位 非常高兴 能和各位媒体的朋友在此相聚 我们董事长特意嘱咐 带他向各位 只以万分的感谢 今天和大家在此相聚 是因为明天我们沙石集团 将举行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 为了感谢大家 出席我们的发布会 也为了感谢大家 为我们沙石集团的奔走 我们董事长特意在此 宴请大家 大家手里都拿到了一份资料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看一看 会对明天出席发布会有所帮助 我们董事长 为了表达对各位诚挚的谢意 特意自掏腰包 设了多项大奖 大家可以边进餐边抽奖 人人都会有份 人人都不会镂空 来 大家尽情地吃 尽情地喝 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 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 艰苦紧张的工作 我们公司将要推出 最新一款的股票软件 对不起 沙董事长 目前白石集团 在股票软件的开发和利用上 已经先行了一步 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沙石集团 才加入这个行列 会不会让人产生一种 跟风的感觉呢 谢谢 我们不是跟风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慢工出息活的道 我们公司新一代的股票软件 比白石的更全面 更快捷 下一位 沙董事长 大家都知道 你们是从美国请来的电脑专家 在技术和数据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中国的股票软件市场 有他自己的地方色彩 那些外国专家 他们了解这些吗 还有 您刚才所说的 更快捷更全面 有什么根据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色彩 也不懂什么感觉 我们不是在拍电视剧 沙董事长 难道你们不是在拍戏吗 那为什么昨天 约见了所有的记者 又发了这份剧本 让大家根据他来提问呢 请问这位女记者 在哪个报社工作 叫什么名字 我是经济日报社记者 廖一梅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想各位记者 今天得到的信息 已经足够了 散会 让你收拾 能和你单独聊聊吗 可以 你开个架吧 但你报道的内容 必须事先由我们董事长过目 请转告你们董事长 我们记者的职业道德标准 是报道实实真相 不是某一个企业 或某一个人的运用喇叭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自为之了 谢谢你的关心 沙氏集团董事长沙英 自导自演一部好戏 泽文 你看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见报了 我看记者还挺关注这件事的 沙氏他们那帮人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文哥 魏姐 我带了一些资料来 待会咱们一起弄吧 好 谢谢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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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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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成继的 好公子呀 没有 没有 什么情况 谁 谁呀 这儿 你得帮我一忙 什么事 漂亮吗 不错 贴的鲜眼 多贴几张 没问题 你放心 没问题 那小红 是不是正等着我呢 小红等你很久了 那我先去 没问题 好好听你们老板的话 玩得高兴 拜拜 拜拜 是不是要等我见你们 这就可以了 小红等你 小鱼哥我是在求你们给我帮一个忙 小鱼哥让我们帮什么忙都可以 一会儿有大老板叫你们出台的时候 你们帮我们推销一下我们公司的股票软件 来 大伙伴们就是这个东西 做好了 这个是小鱼我孝敬你们的 谢谢小鱼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那个我们实则公司的新闻发布会 现在就开始了 下面请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白总给大家讲话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 本公司新一代的电脑软件已经研究成功了 有关本软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呢 大家会后可以到主席台上来领取资料 好了 现在可以提问了 这位小姐 我是经济日报记者 现在白石集团和沙石集团都分别推出了新的股票软件 你们是一家新的公司 请问凭什么来跟大公司进行竞争呢 说得好 质量 我敢说本公司的软件不管从任何一个方面都比他们的更优越 这样说不就跟沙石集团的沙董事长一样了吗 光说没有凭据啊 你别误会啊 我们哥几个人怎么能像他那样自编自导自演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公司的现在这套软件 那个跟白石集团那套软件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但是我们这套软件更新更先进 谢谢小姐 您好 我是香气报记者朱莉 请问这人叫什么名字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谢谢 对不起 我们这位专家一向很低调 他不希望媒体将他个人的情况公布于众 这位小姐 我是歌轮日报的记者 那请问你们是怎样获得这位人才加盟你们公司的呢 谢谢 很简单 他是我哥们 有关这位专家的问题我们实在是我可奉告 请大家提别的问题吧 典哥你把资料发给大家 来来来 来来跟你一下 来来来 怎么了这么好笑 想不到小鱼还挺有本事的 昨天新闻发布会上 她是大厨风头 好多记者说她幽默 对我们公司印象也不错 我看看 你们来了 情况怎么样 哎呀 跟我们上回展销会一样 一个客户都没有找上门来 不要紧 可能是市场的股票软件太多了 需要时间来消化 但我相信 我们的软件销量一定会好的 嗯 哎 我们的订单啊 多的都数不过来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 索文 我现在都不敢闭上眼睛啊 我这一闭上眼睛 哎呦 都是钱呢 好啊 好啊 你们两个 合起火来捉弄我 哎 周婉 我告诉你 都是欠世出的主意啊 叛徒 你背叛我 是不是 你背叛我 噓 噓 不是来了 你看 怎么 真来了 真来了吧 怎么样 搞得了怎么回事 哎 都哑巴了 小天 小天 你说 他们那边主要是有那个何泽文 没想到这小子会那么硬 教训了他一顿 他 他还不怕死 你查到那家公司的背景了没有 查到了一起 领头的是白英丸的女儿 白千石 既然是这样 就跟他们干到底 马上加大广告力度 同时把我们的价格拉下来 就算是我赔了 也要搞他一个两败俱伤 叔 你可以考虑清楚 这样的话 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你少废话 照我的去做 董事长 进入这个星期 我们软件的销售量开始下降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可能会被挤出市场 你觉得 把价格下调 可以考虑吗 作用不大 这就像沙鹰那样 损人而不利己 这样对整个股票市场 会产生很不良的影响 加快了这个投资项目的灭亡 董事长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 加入这场战争 优劣胜败是早晚的事 现在这个市场还没饱喝 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和商机 当然是有能力者 和有资格的得胜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先静观其变 修整一段时间 部署一个新的策略 然后再来加入这场 群雄争霸的战争 好 说得不错 你先回去办你的事 是 董事长 请问二位 贵公司的另外一位神秘股东 究竟是谁 对不起 我可分告 那请问你们到医院来 是来看望你们的合作伙伴的吧 他怎么了 我们只是来看一位普通朋友 他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白小姐您好 请问 你们准备如何以对 沙士集团将同类产品 大幅度下降的问题 他们公司这样做 是因为本公司的产品 推出市场以后 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而本公司的产品 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 都是最优秀的 所以我们不需做任何准备 那请问你们的新产品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吧 那些记者还在吗 小鱼和千石 在外面应付他们呢 你好 请问你找哪一位啊 您是何泽文先生吧 你是 我是经济时报记者 我姓廖 廖一梅是你吧 你怎么知道的 前两天我拜读过你的文章 认识一下 我是何泽文 你好 你好 何先生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不过挺不好意思的 耽误您二位这么长时间 说实话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我也说句实话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没礼貌的 闯进来进行采访 廖记者 我们希望您不要过分的在报纸上渲染则文 更不要把它描述成神话里的人物 我倒希望真有这么一个神话 更希望能像何先生这样 年轻有为的人站出来 和沙音那样的人一比高低 可是我们并不想招惹沙音 你也看到了 我们的麻烦 已经够多了 其实我倒觉得 他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国有句俗话 多心不义必自闭 我相信邪恶终归战胜不了正义 我同意你的话 认识你真的很高兴 我也是 希望将来还有机会采访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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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董事长 请坐 我想过你昨天说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需要部署 往后的策略 那董事长的意见是 没想到沙音这个人接连失败 先是输给了我们白石集团 接着又被一个无名小族给狠狠地打击了一下 我才想 他现在一定是暴跳如雷 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他这个人一贯专横拔后 而且凄凉又小 没有周狠之财华 却有周狼之胸襟 区区一个无名小族就打败沙鹰 他叫何泽文 我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听说你跟他很熟 我希望你能说服他加入我们白石集团 董事长 我可以跟他说 但我不能保证说服他 尽力而为嘛 有个人活该有什么优秀 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功能 是有什么功能 绿山 进来 找我有事吗 我问白衣门董事长 的指示 前来盛情也加入白石集团 对不起 等我交好了 就和薇薇回北京 请你转告白衣门 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昨晚 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决定了 好了 告辞了 卫生 怎么这么快就谈完了 卫生他找你有什么事啊 没事 这就是路过顺便上来看一下 原来我的估计没有错 不然 沙鹰不会败的 我怎么窝团 顺其自然吧 也别再为这事分心了 我怎么这么做 来 哎 哎 给我呢 你不是让我们去吗 你咋知道 你找谁 保安 你好保安同志 我找一个姑娘 她叫蔓蔓 你知道她住哪吗 这地方已经被沙士集团收购了 以前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 全都走了 你快走吧 谢谢 欧秋老板 久仰久仰 我告诉你 你算是找对人了 别的生意 我不敢保证 可是房地产这门 那是我的强项 过几天有个地产投标 我看中了一块地 咱们先把这块地搞定 然后再一起开发 你看如何 可是妈老板 现在我手里的流动资金没有那么多 没关系的 妈 参加投标 先交10%的订金就好 如果是100万 交10万就OK了吗 那然后呢 你出面竞标 我们做你的后盾 大家联手 把地搞定 然后咱们就分钱就是了 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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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做过调查 据可靠消息 这一次竞标的最大对手 很可能就是白氏集团 白氏集团 对呀 好 马老板 这回咱俩一定要强强联手 然后把白氏集团彻底的 干净的给他看掉 乔总 你真是胸有大志啊 怪不得咱们一拍即合 老板来 来 问咱们的合作 干杯 喂 你好 哦 千石啊 请您稍等 千石 电话 哦 来了 谢谢你 疯丫头 喂 谁啊 哦 小鱼哥 怎么了 合资公司买地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了 没什么 没什么干嘛问啊 喂 喂 谁来的电话 哦 一个好朋友 等明天拍卖会一结束 你先把你们的一百万交掉 然后呢 给我来个电话 我会把不足的资金 掉到你的账上 只要两天之内 把款交齐就没问题 好 一言为定啊 马老板 那我先挂了 哎 哥 嗯 这么大的事 要不要跟白小姐 文哥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 你忘了商费那股票那事了 这女人啊 她就是见识短 因为她头发长 哎 所以啊 跟她们越商量越麻烦 再说泽文啊 她现在也没有精力管这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秦人你好请到这边登记 秦人你好请到这边登记 各位敬拜人 各位嘉宾上午好 欢迎参加本场盘卖会 盘品的起开价200万元 每次加价幅度20万 200万有什么 你叫 有了68号200万 下降220万 220万 76号220 260后边78号260万元 300万 320万 320万 340有呢 在后边 68号340万 360有吗 400万 400万元 77号400万元 420万 谢谢您 68号 420万元 是第一次 420万元 是第二次 420万元 第三次 谢谢您 乔先生 麻烦您过去办一下手续 办手续 来来来 办手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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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哥 怎么联系不上了 没事 再咋 喂 董事长 你叫过我的事 已经完成了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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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咱这一次该不是又被骗骗了 不会吧 那个人看上去挺忠厚老实的 是 小三 没电了 给我快电车 哥 用完了 阿斌小三 明天咱们要是交不了款的话 这事可就大了去了 哥 咋整啊 让我想想 让我好好想想 你 你也骗我 我 喝酒喝多了 小语 我听千诚说 咱们的软件利用超过百万 一百万 一百多万也不够 什么时候变这么谦虚 小语 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笔钱 再不能像以前一样 我 我有点不舒服 再见 兄弟 牛 牛啊 摔死 摔死你个乔小语 你个臭笨蛋 摔的就是你 知道吗 摔的就是你 让那没盖盖的下水道 坑死你 让你买地 买啊 买啊 买死你 你就等着蹲大狱吧 兄弟 你厉害 你牛啊 就你能坑着我呀 你把你了 放下水了 你不能再来 咱们 你 把你了 不再是你了 我都帮你了 我还要 我还要 你了 maintenance 闯祸了吗 已经支付的支票撤回 知不知道 这是发生的 那钱 那钱 不是我 是泽文和千石的 那你这就是 私自挪用公款和故意诈骗 是要顿大鱼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 我能够说服白石集团 替你们支付购地的管项 但条件是 你必须说服何泽文 加入白石集团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一定不会连累泽文的 而且 我绝不会让泽文 加入你们白石集团 你知道吗 泽文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种人 蹲监狱算个屁啊 我这种男的 早他妈该蹲监狱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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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